一路山坊 要顾个大点的马车了 要不然这么多行李也装不下 妙妙还是要把大包小包都带在身边吧 看来这次不是妙妙 牧姐哥你看他 我就说了不要再这么多 这还多 已经很少了 你看啊 咱们路上也不知道遇上什么样的住处 熟悉的包袱铺盖得带好 不然你睡不好 马上入秋了 寒天的换洗衣服也少不了 那枕头呢 这是妙妙睡惯了的 戴上的 俊俊 你去书房 把妙妙用惯了的碗筷拿上衣服 那 那这铁锅 总不用了吧 太重了 你不是说京城这种铁锅炒才更好吃吗 去啊 又把我当剖腿了 看来 是要顾一辆大线的马车了 几位 侯爷还有几句重要的话想说 想请贵人一步一续 有什么话 非得单独说 你去了就知道了 莫公子 请 我 是啊 侯爷邀请的人正是你 找我 是啊 是啊 怎么看 你确实比我 更像父亲一些 我已经调查过了 你我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没有父母 无论你承认与否 你 都是我的兄长 认亲的话 对不起 我对你不感兴趣 我很羡慕 羡慕我 是啊 莫小姐对你照顾有加 手足二字 不在血缘 而在朝夕相处 甘胆相绕的情分 你自由自在 快意恩仇 不为世俗所累 你 可以跟心爱之人两情相悦 相随相伴 世间没有任何可以 阻碍你们的 这都是父亲一生 所穷而不得的东西 也是我所羡慕的 而这些我没有的东西 你全部都有 有些酸楚 不 却有些宽慰 对了 这个东西给你 这个应该是你母亲的东西 如果你有天遇到她 就无归原主吧 时间也不杂了 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不忍着 你要先放 一楼山坊 有些什么 不忍着 有一不能 或讶练 他们知道 一楼山坊 都行跪 有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